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想一想看我现在坐在哪里 对!相信你们看到的表情你们都应该知道 我的身后就是我未来的新家 原来你的新家是这里 OK 今天这个影片对 就是我要做一个屋子tour 可是不是屋子tour 这个只是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我们家的sample house 那个sample house刚刚建好了 然后我们的家是还没有建好 是在建这一半啦 OK OK 然后现在我们不要讲得懂 我们现在立刻去看我们的屋子 Let's go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新家的sample house啦 就在我的面前 OK 你们准备好要看这个sample house有没有 我现在给你们5秒的时间去点赞 OK 5 4 3 2 1 OK 点了赞吗 OK 1 2 3 OK 我们的外面里面就大概这样子啦 我很喜欢它用那个红色的钻头 比较一眼 摩着一眼 带有一点gumple gumple的感觉 感觉好像每一天每天都是Christmas的感觉 对啦 这个是三层楼啦 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 又有另外一个是两层楼的 OK 如果你们要做我们的link的话 你们可以买这个 我们买的是三层嘛 这个啊 OK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边是没有git的 它这个是带着一个比较外国风 就是外国人他们的屋子是没有git的 OK 虽然是没有git 你先听看 但是空间屋楼楼子很大 大家看到吗 8 2 层 没有啦 6 辆啦 可以8 6 辆啦 可以8 6 辆车的这边 OK 我们不要讲到这边 我们立刻进去了 快点快点 好 我很期待哦 来来来来 现在我立刻啊 1 2 3 诶 怎么有人啊 诶 怎么有人啊 你们进来怎么也跟我领过一下 我现在要complay了 你帮我进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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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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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报警 我要报警啊 懂吗 OK 来 我们现在进去 我们的 sample 我们一进到这个屋子里面 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 你看 很奇怪就是哦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厕所 你看人家的屋子 第一个看到的是客厅嘛 可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厕所 可是这个厕所很小间呢 厕所的旁边 有一个小小的女佣的房间 女佣睡觉的房间 但是我们是拿来做书房 我们是做我们剪接影片的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进到去呢 我们一转右边 我们又进到来一座 这个是我在这个家里面最喜欢的部分了 哇 有个电视机在这边 很像一个卡拉OK房那样的嘛 可以在那边唱K啊 啊 摆摄品是很美啊 然后这边喝酒也是可以啊 你看到吗 可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屋子呢 其实我们是没有包过这边的 我们没有买这边的 OK 我很失望啊 这么没有买这边 对啊 OK 然后我们进到来这边了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厨房 很奇怪哦 人家进去是看到客厅 可是这个进去是看到厨房 我们的后面是前面来的 对对对 我们后面是前面 前面是后面 然后煮东西是在这边咯 看到吗 辣温啊 裂东西啊 然后弄蛋糕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底下我记得很美啊 可是哦 它有一个 它原来是一个冰厨啊 这叻 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冰厨是不是 然后后面这边呢 它有一个厨房 厨房 可是这种我觉得空间很小 这边我觉得我们可以放提灯在这边 然后这个梦棍它是 它是加给你的 这个梦棍里面 每一个人的里面也是有住 它是被加给你的啦 OK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屋子 这个就是那个饭厅啊 这边呢就是它的摆摄屏啦 摆摄屏 然后它的高度你看 它是很高的你看 比起我们现在住的家是高很多倍 这个是几个 十五到十六尺 十五到十六尺 所以我话要跟我讲 他买这个屋子的原因是因为 这边很高 他喜欢这个高度 因为看起来很像很 看起来很像 啊 OK 现在来到我们最重点 这个屋子最重点 就是我们的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呢 很奇怪就是它没有电视机的 看到吗 其他第一次在那里 可能它第一次在上面是不是 哇 第一次不进了 哇 好像第一次在那里啊 第二次在那里啊 第二次在那里 没有 我觉得这个沙发是不是太大了 弄到看起来这个屋子 像很小景样 有没有觉得它很小景样 反正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理想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设置一下啊 你要设置一下啊 看到比较宽大咯 因为它的沙发太大了 就是我们的设置而已 看上去比较 比较狭窄 设置 嗨 它的旁边这边墙壁 这边靠着 又有一个给你休闲的地方 看到吗 给你躺在这边 就 就 躺在这边就 哈哈哈 然后这边就放了个白色饼 看到吗 他们想不到 白色饼就是很不一样 就是很美 看到吗 其实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 我们在这个客厅看电视 看到累了 我们又可以 看到它外面吗 它的garden 哇 来 我们开一下啊 哇 哇 看到吗 它这边可以给你骑脚车骑 就是 这个屋子总之就是这个重点 就是在后面这边 它后面这边有一个很美的公园 过后啊 这边又有一个 你自己私人的公园 它公园的位置很大 可以坐在一个游泳池 可以坐在一个篮球场 可以坐在一个球球场 可以坐在一个球场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屋子呢 是没有这样大的 我们买的是没有这样大 因为有事不够钱 因为我们 有事不够钱 不够钱 不够钱 OK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楼 可以上去之前呢 你看 这边是一个场地 可是 它有一个秘密房 其实 它是一个store 看到吗 它store的空间 这个是这样子 它这边然后贴着 进去 进去 然后再进去 哇 这边很适合玩抓迷藏 OK 然后它的楼梯的 是用这个木 这个是很好quality 看到吗 现在我们上去第二楼 欢迎来第二楼 第二楼 啊 这边有一个厅 然后这边里面 有一个房间 OK 第二楼只有一个房间 然后 其实我们打算第二楼 这边我们的屋子是怎样 我们就打造这边 就弄到一个很大的空位 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些 打扑啊 撑击啊 娱乐的房间 所以第二楼是我们娱乐的房间 它这种是可以通的 你看到吗 你进去这边了 很大哦 它这边很大 而且 你又可以从这边出去 是通的啦 你们看它的衣柜 我很喜欢它的衣柜 我感受我们房间 也是放这种衣柜 很美 你看到吗 它可以看到里面的 如果你门的这样子 就惨了 看到弄七八糟 然后这边也是跟下面一样 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看这边 然后可以开一串口 这个楼梯一上去 它是有一个房间 你知道吗 就是主人房 哇 你看它主人房 真是特别大耶 它位置真是很大很大哦 然后这边 啊 这边也是很高啊 然后这边可以 给你看到外面的风景 看到吗 这边又有两个 给你坐下来的 这边是看电视机的 这边又给你坐下来 看电视机 看到吗 很大耶 这个公司 它这边有一个门 看到吗 又有一个变异的隐藏的门 然后你一进去 OK 这边就是这个衣柜啦 看到吗 它有很大的空间 给你放多多衣 它这边就是它的厕所 哇 它有一个 包压点移 看到吗 地上呢也是用很 是哪有关系 看到吗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好关系 看到吗 听到吗 不错啦 来 现在我们上去第三楼 第三楼 第三楼 它就有两个房间 这个房间看起来 其实是很小的 可是 舒服就可以了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它的房间 然后这边就可以进去厕所 它这个 是一个私人厕所 私人厕所 对 所以你可以 在这里做你私人的东西 OK 有了 去到那个房间 你就是我哥哥的房间 又哥哥 刚刚有哥哥 这是我的房间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私人的厕所 很适合脚尖 你看 去三楼了 去到三楼了 还有了 其实很多楼 然后这边很奇怪 就是它 这边只是一个 一个门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 我们那边有去到屋 只有长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讲 它这边想到 要放一个脚骨器在这边 所以看到风景 然后又可以 泡温泉 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个房间 有一个很小个的床 这边可能就是给我们的 女佣 工人 在那边住 OK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已经没有得好上了 塞上就是屋顶了喔 塞上就是屋顶 我们这个屋顶 是很功力厉害的 怎样厉害啊 它是有防热的功能 如果外面很晒的话 都不会晒出去你的屋子里面 OK 现在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的环境 这边的游泳池啊 公园啊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哇 你看我的眼前真的是 你们看一下 哇 有一个很大的湖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游泳池 看到吗 这个游泳池真的是很大 OK它这边写是1.2m啦 它游泳的时候 你可以看你的风景 看到吗 那个是人造湖 OK 然后这边有椅子给你休闲 给你 躺下来 这个什么来的 它可以下去的喔 可以在那边吃东西 知道吗 我们现在就去到那个湖那边 来 来 哇看到吗 很美耶 而且它可以跑很远 可以叫很多人来这边 跑马拉松 而且它的湖很干净 看到吗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耶 有一个给你休息的地方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喂 这边是给你吃烧烤的BBQ的 很好耶 我戳一下 哇 享受人生啊 真的 我们住在这边 我们不需要去旅行啊 我们在这边已经是有旅行的感觉了 可是我们如果搬到这边 我可以在这边拍很多影片 我已经想象到了 这边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一区的屋子的风景啊 那些山啊 那些 OK我已经给你们介绍完我的新屋子了啦 OK 其实我还有很多蓝厨厂啊 眼毛厨厂内还没有给你们参观到 所以大概我们介绍就是到这样子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 是犀利的影片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OK 你买了新家你有什么感想 东西要讲吗 有什么感想 不是很爽 对啊就是很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们记得要留言在下面给我讲一下 你们喜不喜欢我的新家 OK 然后我们讲那个人 那个人跟我讲就是 事业的时候就会拿首饰 然后过后 我们明年就可以开始 可能去装修 所以我到时也是会拍给你们看啦 OK 这个影片结束前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东西 就是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的影片是可以留言的 OK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到一个idea 就是我的每一个影片的留言 我都会抽出五个留言出来 然后在我下一个影片 我会回答你们 就是我 我会选啊 选出五个留言 所以从这个影片开始 你们每一个留言我都会去看哦 我就会选出五个留言 在我下一个影片我就会回复你们 OK 所以你们赶快在下面留言哦